《品德心理的概述》 比如说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 比如说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他呢这样的一个理论呢 他不是重在比他给我们的品德发展分阶段 而是强调我们模仿观察等等这样的一些概念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因素对我们品德形成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最主要的介绍这样的三个人物的思想 下面呢我们一直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部分 《品德发展阶段理论》 主要讲的一个人物皮亚杰 皮亚杰的思想 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当中有所了解 皮亚杰我们都知道 他把人的思维分为哪几个阶段 前运算 具体运算 形式运算 那前面还有吗 感知运动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 前运算 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有些章节里面已经有所涉及 我不再解释 皮亚杰的在我们品德心意当中的贡献在哪呢 就是他把我们他认为思维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一般的状况 也影响了我们道德认识的发展 所以他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那么主要立足于是道德认识的发展 皮亚杰应该讲呢 他的研究采用的方法 主要就是采用的队伍故事 队伍故事的方法 这个故事呢 我想很简单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队伍故事 队伍 也就是说是形式上 结构上是对称的 但是在某些具体信息上呢 有点不一样 他的一个经典的队伍故事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一个孩子妈妈不在家 他为了帮妈妈做事 打碎了一盘的玻璃杯 就是一盘的很多碗 那很多杯子 另外一个孩子呢 他是为了偷柜子上的那个糖果吃 他打碎了一个杯子 问听故事的小朋友们 包括一些其他年龄段的个体 听故事的人 那么哪一个孩子更不好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对我故事 想干好事 帮妈妈干活 但是呢 他却打碎了多少杯子呢 一盘杯子 很多杯子 一个呢 是出发点不对 想偷吃东西 但他的结果 但他的结果却还好 只打碎了一个杯子 然后呢 让听故事的个体 听故事的孩子 来判断 谁对 谁错 哪一个更 错得更厉害 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对我故事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我故事当中 皮尔杰认为 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在这个四个阶段之前 实际上我们皮尔杰 他是把他把我们的品德发展 分为更为简单的两个阶段 一个是他律 一个是自律 那么后来呢 他把这两个阶段 又进一步做了细化 分成了我们 现在想要给各位详细介绍的 四个阶段 分为哪四个阶段呢 第一个阶段 叫自我中心阶段 大概呢 是两到五岁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 孩子们是我行我素的 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规则 或者说 这种道德规则 有没有变成 能够影响或者制约他的一些因素啊 没有 我行我素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这种规则 那种规则的一种掌握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想一想 是什么原因造成在道德发展 或者说他的这个 一些具体的表现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我行我素呢 原因是什么 按照皮尔茨的观点 他认为是由于我们一般的认识能力的发展的欠缺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孩子的一般的认识能力的发展 在前运算阶段 在这样那个阶段当中 孩子有的时候是很难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的 他认为别人的想法跟他是一样的 这在我们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自我中心 当然这个自我中心不是指的是自私 而是指的是认知上的缺陷 他意识不到别人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这是因为他在一般的认识能力上 有这样的欠缺 导致了他们在我们的道德认识上 也有类似的表现 就是他不知道规则是要大家共同去遵守的 因为我们知道规则的一个很重要特点 就是具有制约性 对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制约性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呢 孩子行为表现就是我行我素 道德规范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了影响他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有的时候又把它称为叫做前道德阶段 什么叫前道德 前道德说明这个时候道德规范不发挥作用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第二个阶段叫权威阶段 有的时候又把它称为叫做趴率阶段 大致是我们的六岁到八岁或者更往后面一点时间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 他的现象我们学生的表现是这样的 他认为规则这时候已经有规则了 而且规则具有了约束力 但他认为规则是绝对的 一旦这个规则形成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去遵守规则是绝对的 第二个呢他只考虑结果 不考虑动机 以我们刚才那个最简单的队伍故事为例 如果处在他律道德阶段的孩子 他们会认为哪一个更不好 他们会认为第一个孩子更不好 你问他为什么不好 因为他说他会说因为这个孩子打碎了很多碗 他打碎的碗比另外一个孩子打碎的多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面我们可以知道 处在他律阶段的或者说处在权威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他是只考虑行为的结果而不考虑行为的动机 这是我们在权威阶段的表现 为什么这个阶段叫权威阶段呢 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把权威看成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绝对的 如果这个人是权威尤其是成人 往被我们这一段这个时间段的孩子看成是权威 一旦把他看成是权威 那么我们就要绝对服从 对不对 那么他所制定的一些规则我们也要去遵守 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这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他律道德 或者叫权威阶段 这些规则规范是外在的他人的要求 但是这个时候要求具不具有约束力呢 已经具有约束力了 所以已经是道德的一个起点了 所以从这个阶段来讲呢 我们第二个阶段叫做权威阶段 第三个阶段 跟我们刚才的第二个阶段呢 很多表现是直接有了很质的一个飞跃 第三个阶段呢叫可力性阶段 大概呢是八到十岁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呢 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称为叫做自律阶段 有的时候把它称为叫做自律阶段 这个自律阶段的孩子的表现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在讲他律阶段的时候 我们知道规则是成人 他人制定的 我们要去遵守 对不对 而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知道规则一旦制定以后 确实需要去遵守 但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呢 是可以变的 在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状态会发生变化 规则也是相对的 也是可以变化的 这是第一个变化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队友故事当中 在他律阶段或者说在权威阶段 那么孩子们的表现是他认为打碎了很多碗的那个孩子不好 更不好 而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处在我们可力性阶段的时候呢 孩子们会认为谁更不好呢 想偷吃东西的那个孩子更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虽然只打碎了一个杯子 但是他的动机不纯 对不对 他是想偷吃东西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当中 可力的阶段当中呢 他考虑的规则是可变的 同时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 我们遵守了以后 我们需要去遵守 同时呢 在动机和结果的时候呢 我们同时考虑结果 也考虑动机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阶段 叫可力性阶段 而第四个阶段 或者说在皮亚节的体系当中 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阶段 在成年之前的 最高的一个阶段 叫什么阶段呢 叫公正阶段 这个可以说是他力阶段的一个 比较高的 或者更高的一个水平 自律阶段 我有必要把刚才这个花给掐掉 省得后面再找 我就直接讲 那么刚才呢 讲到这个 讲哪了 公正阶段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自律阶段发展到一个 一个新的高度以后呢 就进入了我们的公正阶段 那么这公正阶段呢 可以看成是我们 自律阶段的一个 更高的水平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呢 他考虑到规则本身 考虑的更少了 他考虑的规则本身 考虑的更少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逐渐向公道 公平 这样的一些方面去发展 或者说 他的规则更多的考虑到公正 公道 公平 等等 这样的一些 比较抽象的 或者说更高水平的 这样的一些体现 所以这是第一个表现 另外一个呢 公正阶段的孩子呢 他更多的转变 是考虑的是利他 所以皮亚杰认为 转变到公正阶段的原因 是因为利他主义因素的增长 利他 跟利他相对应的 大家知道应该是什么 利己 对不对 而这个在早期的时候 在我们道德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个人的 这个 还处在我们前道德阶段的时候 有的时候 孩子是利己的 当然这个利己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他认识上的不足 但是这个时候呢 到了公正阶段以后 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利他主义 或者说利他主义 更加的明显 这是我们给各位介绍的皮亚杰 以什么方法来研究的 以对偶故事法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研究的 道德认识发展的四个阶段 这几个发展阶段 告诉我们什么现象呢 或者说告诉我们什么呢 实际上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道德发展的状况怎么样 他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影响 就是我们认识水平的一个发展 那么对此持相同观点的 还有一个人 就是克尔伯格 克尔伯格也认为 道德认识的发展 对我们整体的道德水平的提高 或者道德品质的一个提高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克尔伯格呢 克尔伯格呢 应该讲他对我们道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比皮亚杰应该说更具有针对性 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发展的历史来看 在早期的时候 人们的关注点是指关注皮亚杰的思维发展的几个阶段 并没有太多人 就是当时皮亚杰提出他律自律的时候 并没有太多人关注到 或者说引起非常大的影响 在当时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 那后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介绍 在每次介绍品德发展理论的时候 都要讲到皮亚杰呢 那是因为克尔伯格在他的研究当中 大量的提到了皮亚杰的观点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 因为克尔伯格他专门是研究什么的 道德发展的 然后他的观点提出来以后 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我们道德教育 在我们整个品德发展这一块 引起人们的关注 因为他在他的体系里面 他提到了皮亚杰的很多思想 人们看到了原来皮亚杰 曾经在这个道德发展这个研究领域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 所以克尔伯格的很多观点 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跟皮亚杰有继承的这样的一个痕迹 克尔伯格他使用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道德两难故事 我们知道皮亚杰用什么故事 德故事 克尔伯格用道德两难故事 这个两难故事也是用故事投射的方法 对不对 也通过故事 看你听完故事以后的反应 来了解我们的道德推理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克尔伯格通过这样的故事 他认为我们的道德发展也是分为不同的阶段的 他把它分为三个水平 六个阶段 下面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克尔伯格的相关的一些理论 克尔伯格的方法用的是两难故事 这个故事呢 为什么叫两难故事 或者说 为什么克尔伯格能够把这个故事 作为他的研究的工具呢 那是因为 这个故事里面有非常强烈的矛盾冲突 对不对 有非常强烈的矛盾冲突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它包含了我们道德价值上的一种矛盾冲突 同时呢 这个矛盾冲突 是不是又很明显的对错之分啊 没有 所以我们克尔伯格就让这些辈士 听完这个故事以后 来判断 来评价主人公的行为 是对还是错 以及为什么对 为什么错 也就是他评价的理由 通过对他理由的一个判断 就他为什么判断他是对还是错 对错本身不重要 因为本身就是 又有也可能对也可能错 对不对 所以呢 关键在哪呢 关键在于判断这个辈士 为什么认为这个人是对的 或者这个人是错的 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考虑的 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之后呢 克尔伯格把人的发展 品德的发展分为了三个水平 六个阶段 那么他的故事用的什么故事 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就是海因斯偷药的故事 海因斯偷药的故事 在我们的教材上也有相关介绍 这里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海因斯偷药的故事呢 它是通过真实的一个故事 改编的一个经典的道德两难故事 一个人他的妻子生病了 生了重病 结果呢 在很多地方都买不到对应的药 在这个镇上只有一个医生 他可以生产出 可以治他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药 但是这个医生呢 却以高出成本价很多倍的价格 来向外出售 海因斯呢 筹集了很多这个从各个方面来筹集这个药款 但是最终呢 钱也没有错够 最后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去了这个药店 偷了这个药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然后呢 让听故事的人来判断 谁对谁错 以及原因是什么 基于这样的分析 克尔伯格进行了把人的判断 推理分为三个水平 刚才我们讲的故事当中 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这种两难的冲突 对不对 医生我们也不能完全说他错 但是也不能够说他就完全 对 是不是 克尔伯格也是这样的 这是因为这个故事呢 从表面上看 他有非常明显的道德冲突 而且呢 判断不是非常简单 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构成了我们道德两难故事 克尔伯格把这样的一个道德两难故事进行分析 总结出三个水平 六个阶段 实际上呢 这种道德两难故事 在我们的道德教育当中 尤其在我们后面第三节 我们要讲到这个问题 道德讨论 我们可以创设这样的道德两难的故事 来让学生们进行讨论 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存在很多这样的道德两难的故事 你就说你很难说谁对谁错 比如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学校 进行道德两难故事讨论的时候 使用过的一个故事的例子 就是说82岁的老红军 老军人 他永久落水大妈 但是最后呢 要求媒体宣传表扬 当时呢 在那个教育 道德教育的活动当中 老师就使用这样的一个故事 来让学生们讨论 实际上这个故事 从魔咒语上来讲 就是一种道德两难故事 这个军人 他救了 确实他救了这个落水大妈 但是在救完了以后呢 他让这个大妈呢 去电视台宣传一下他 那个大妈就不同意 然后呢 这个老红军呢 就觉得有意见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真实的例子 来让学生们判断 谁对谁错 这也是我们一种道德 两难故事的一个模型 在这样的类似的道德两难故事 尤其是海因斯托亚 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故事之下 克拉伯格提出了三个水平 哪三个水平呢 第一个叫前习俗水平 前习俗水平 我们如果从这个语言的表述上面来看 你们觉得第二个水平应该是什么 习俗水平 那第三个水平呢 后习俗水平 前习俗水平 习俗水平 和后习俗水平 这个呢 从大体上来讲 有什么样的一个 最明显的区别呢 讲到习俗 习俗 大家想一想 更多的关注的是个体 还是群体 或者还是社会啊 社会 对不对 所以那既然在前习俗 这个时候他关注的应该不是社会 而是个体 在习俗这段的时候呢 他关注的是社会的层面 但是到了后习俗 所以讲到后习俗 难道又回到了关注个体吗 我们是一个循环上升的过程 后习俗这段的时候 我们到后面会讲到 后习俗水平有什么表现呢 他虽然不再强调习俗 或者说社会的规范 对我们的绝对要求 而强调内在的一些道德原则 但是我们内在的这种道德原则 跟我们的社会规范 冲突不冲突啊 不冲突的 也就是到了后习俗水平 它是一个循环上升 他不再把规则规范 看成是绝对的要求 但是呢 就是说他开始考虑到 个人的一些原则 但是他还是 以我们的规范是不冲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请各位同学 要能够把握 我们的道德发展 在科尔伯格的理论体当中 分为哪三个水平 前习俗 习俗和后习俗 习俗呢 在前习俗水平当中 他把它分为了两个 分为了两个阶段 在前习俗水平当中 它总的特点呢 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在前习俗水平 我们的个体 它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具体的结果 和于自身 这个行为 于自身的一种利害关系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孩子 判断对错 是以自己的得失来判断的 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判断的 那么这种判断呢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呢 是惩罚与服从定向 第二个呢 是相对功利的定向 两个阶段 这个可能在不同的教材里面 表述 就是翻译 有所不一样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第一个阶段 惩罚与服从阶段 这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 孩子在判断对错的时候 他以什么来作为标准 权威 如果受到惩罚的 就是不好的 如果没有受到惩罚的 就是什么 就是好的 所以这个阶段呢 有的时候又把它称为 叫做避免惩罚阶段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叫相对功利阶段 有的书里面 又把它翻译成 朴素的享乐主义阶段 这什么意思呢 我不仅没有惩罚 而且呢 我得到好处的 就是好的 结果对我有利的 就是好的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呢 第二个阶段 比第一个阶段呢 有所提高 那有所提高 是叫相对的功利主义 或者说朴素的享乐主义 这两个阶段 它都属于我们的第一个水平 叫前起诉水平 关注的是自己的得失 可能我讲这个两个阶段 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们就以海英兹偷要的那个故事 不同阶段的学生 或者说不同阶段的个体 他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在惩罚于服从阶段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孩子会说谁对谁错呢 或者说他会解释什么原因呢 在惩罚于服从阶段的时候 他会说海英兹对不对 有的孩子会讲 海英兹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他会 他偷东西以后被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 他的妻子就没有人照顾他了 当然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吗 就是他被抓起来 他关键不是被抓起来 这个事情本身 他关键是因为他抓起来以后 他的妻子就没人照顾他了 还有呢 这个在相对功利主义阶段当中 他可能会讲 他海英兹对不对呢 海英兹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海英兹如果偷了药以后 因为他偷药嘛 他就会被抓起来 那么他的老婆 就他妻子 他妻子可能在他还没出来 没有释放出来之前 也许就死掉了 大家那明白的意思 就是他可能还没放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死掉了 也就是说这个 得不偿失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两个阶段 反应都是大致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关注的是个人的得失 这是第一个水平 前习俗水平 那么这个阶段呢 这个水平是我们九岁之前的 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那么第二个水平叫习俗水平 习俗水平呢 是九到十五岁以后 九到十五岁 大部分的人可以逐渐达到这个水平 在这个水平阶段 表现是什么 这个时候 个体能够按照家庭 集体或者国家的期望和要求去行事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更多的关注的是社会层面 对不对 可以去按照这个要求去行事 而且呢 这个时候也能够从社会成员的角度 来理解问题 同时呢 来遵守这样的规范 遵守这些规范 在习俗水平 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呢 是我们的叫好孩子定向阶段 好孩子定向 第二个阶段呢 叫遵从权威 维护社会秩序定向 第一个阶段 好孩子定向 第二个阶段 有的书里面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表述为 遵从法律定向 或者说是好公民定向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阶段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以好孩子为定向的这个阶段 它是以得到他人的认可 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可 作为依据 如果别的社会成员 或者说我的行为 是符合我的社会期望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 我就认为是好的行为 所以有的时候 孩子会说 孩子对不对 孩子对 为什么对啊 他救他老婆 这是一个好丈夫 应该具有的表现 他会经常用好坏 一种社会的期望 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 这是第三个阶段 叫好孩子定向 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 他不仅仅考虑到 他人的社会期望 他更多的考虑到一种 社会秩序 和社会的规范 或者说是一种法律的制约 他认为遵纪守法 就是好公民 或者说遵纪守法的行为 就是好的行为 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 孩子们会以社会的规范 尤其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 来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 那么他可能会认为 孩子对不对 孩子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偷东西是犯法的 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所以从这两个阶段来看 他们也有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都是以社会的要求 来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 当然有的是以社会的期望 有的是以社会的规范 来作为我们的标准 这是第二个水平 那么第三个水平 我们刚才各位同学也大致了解了一下 叫后习俗水平 在后习俗水平当中 我们从年龄上面来讲 一般是16岁以后的部分人 大家注意到这个人群的分布了没有 在前面两个阶段 应该说基本上按照年龄的发展 基本都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但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他却是16岁以后的一部分人 而且这一部分人不是大部分人 是少部分人 这一部分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那么后习俗水平 我们刚才 他特点是什么呢 他这个时候呢 他想到的并不是简单的社会规范 而是我们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 或者说一些良心 为基本的道德原则 来进行相应的道德推理 所以这个普遍的道德原则 这个时候是一种人内在的一种观念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跟我们整个社会又是不冲突的 所以我刚才讲后习俗水平 是一种螺旋上升的一个表现 但是他在判断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这个水平的时候 学生们或者说孩子们 在判断的时候 他不是以社会规范 来作为他判断的依据 而是以个人内在的道德原则 来作为依据 在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 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叫社会契约定向阶段 一个叫以普遍能力原则为定向阶段 在社会契约定向阶段当中 个体在判断对错的时候 以及他相应的依据的时候呢 他认为法律也是人定的 社会规范一些道德准则 在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因情境的变化 而有所改变的 所以他指的关键是社会契约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 以一个契约的这种形式 存在的一些规范 这是第五个阶段 那么第六个阶段是什么呢 普遍的能力原则 比如我们内心当中经常 可能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感受到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公平 公正 良心等等 这样的一些普遍的能力道德 这样的一些原则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克尔伯格认为 最后一个水平 这样的两个阶段 也就是后续数水平 在有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达到的 这里介绍的是 克尔伯格所说的 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 六个阶段 我想请各位思考一下 这个呢 可以作为一种拓展性的了解 克尔伯格的这样的一种划分 有没有他的一定的问题存在 有人就曾经提出 说克尔伯格 他把后习俗水平 看成是我们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也就是我们人内在的道德原则 是我们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是不是 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他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问题 问题是什么 他把法律 看成是比道德要第一个层次的 同一个维度的另外一个东西 应该说是同一个维度的第一个层次 什么意思 有人认为法律和道德 它本身是两个维度 也就是说 法律制约着是人不要去为恶 而道德制约着人是去为善 为恶 不为恶和为善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有人指这种观点 就是说 它不是一种水平上的差异 而是两个角度 当然这是学术观点 仅供大家的思考 所以有人就说了 说科尔伯格实际上可能我们很多人 他处在我们的就是第二个水平 习俗水平 他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不能够说明他的道德水平是不高的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后习俗水平 它是一种强调人的个人的道德原则 但这个道德原则 从潜在的年纪来讲 它跟我们的社会的要求 也是不冲突的 这是我们给各位介绍的 第二个人物的思想 科尔伯格的三个水平 六个阶段的发展理论 那么科尔伯格从这样一个划分 阶段的过程当中 他对我们的教育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 实际上科尔伯格认为 我们学生的道德发展 哪一个很重要 是不是道德认识很重要 对不对 在道德认识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道德判断 那么我们这个道德判断 可以怎么来训练呢 通过训练他的道德推理能力 通过训练道德推理能力 可以起到促进 他的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 或者说可以间接的起到促进道德发展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么在促进我们道德推理的过程当中 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使用道德两难故事 来作为材料 来让学生进行判断推理 所以这是对我们科尔伯格的理论 对我们道德教育的一个启发 就是还是强调道德认识 只不过呢 不是一般的认识能力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道德推理的重要性 强调这个问题 这是给各位介绍的 科尔伯格的观点 无论是皮尔吉的观点 还是科尔伯格的观点 他对我们道德发展的一个一般的观点 都是把它分为什么 几个阶段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他强调的更多的是一种 质的变化 质的飞跃 而另外一个人物呢 他的观点呢 实际上跟我们这样的一个阶段理论 有点不一样 就是品德的社会学习理论 这是谁提出来的呢 班杜拉提出来的 班杜拉 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当中 我们也接触到 班杜拉呢 从理论流派来讲 他属于行为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 行为主义 我们大家也都了解 他强调刺激反应 以及刺激反应之间的强化的重要性 对不对 强化在刺激反应的连接当中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强化呢 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我们 行为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而这样的类似观点 在班杜拉的理论当中 也有所体现 但是呢 他的发展却是很明显的 他不局限于我们的直接的强化 而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概念 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详细介绍 所以班杜拉呢 他是从流派上面来讲 他属于我们行为主义的发展 新的发展 应该说呢 班杜拉在我们在美国的心理学 发展过程当中 曾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我不再一一介绍 那么也取得了很卓越的成就 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 下面我们去看一看 他对我们品德的发展 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 影响我们品德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观察和模仿 那么班杜拉认为呢 这个观察模仿是怎么来的呢 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通过两个实验 提出了我们的观察 或者说我们的模仿 对品德形成 或者品德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性 班杜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做过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攻击行为的观察学习 和募捐的一个品德教育的 这样的两个实验 攻击行为的观察学习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在我们教材里面也有相应的介绍 这里我简单说明一下 攻击行为的观察学习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把学生 或者说把这个 个体分为四组 分为四组 那么这些孩子 在分在不同组里面的时候 他们的情境有点不一样 其中有一个组呢 是他们的情境 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相同的是什么呢 都是先看录像 看完录像以后 回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这个房间的情境 跟录像里面的情境 类似 每一组的学生 都是一样的这个程序 但他们所看的录像 内容不一样 有一组呢 学生所看的录像是什么呢 有一个成人 在打一个充气的娃娃 有一个成人 在打一个充气的娃娃 打完以后呢 这个成人受到了 别人的惩罚 也就是被别人又打了一顿 第一组 那么第二组是什么呢 也是 画面里面也是有一个成人 在打一个充气娃娃 但打完以后呢 这个成人受到了 另外一个人的奖励 这是第二组 那么第三组呢 是只有 这个成人在打这个充气娃娃 而没有相应的 比如说别人给他所给的 惩罚或者奖励 那么另外一组呢 孩子看内容 跟这个内容 不太有什么关系 就是没有表现出这样的 攻击行为的这个录像 大家想一想 四种录像的内容 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孩子看完录像以后 都回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也是 是有一个充气娃娃娃 也有类似的场景 跟录像当中 大家思考一下 哪一组的孩子更容易表现出 跟录像当中 类似的那个表现 就是打完了以后 还受到奖励的 这一组 看了这一组录像的孩子呢 表现出类似攻击行为的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比例是很高的 而看的这一组 跟他 看的录像内容 跟这个攻击行为 没什么关系的 这一组是 处于一个 应该说是比较少的 比较低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看了录像以后 他受到 惩罚的 是第二少 刚才理解的区别吗 也就是说 第一组上 没看这个相关内容 说明 他有没有学会 这个行为啊 他在这一次当中 他没有模仿 对不对 那么第二组是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看了这个录像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第一种情况 看了录像以后 受到奖励的 他不仅学会了 而且他知道 我如果本来这个行为的话 我就会有奖励 对不对 而另外一组 我刚才说了 第二少的是哪一组呢 就是看了这个行为 看了有这样的 这个攻击行为 但是受到惩罚的 是第二少的 这说明了什么 第三 就是第三少的 就是攻击行为 第三个层次的 才是我们看了攻击行为 但是没有任何反馈的 大家想一想 那么我刚才说的第二个 就是出现是 到处第二少的 那样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他比第三个 第三种情况要少那么一点点的 他是没有学会这个行为吗 他是学会了 所有的只要看了攻击行为的 都学会了 对不对 模仿了吗 但是为什么看了攻击行为之后 这个成人后来受到 惩罚的这个情况下 他表现的会少那么一点点呢 因为他受到了抑制 明白的意思 这四组就说明了我们在品德的发展当中 观察的重要性 尤其是观察这个行为 以及行为之后的那个结果 他观察了这个行为 他不一定会表现这个行为 如果这个行为是结果是好的 就给他给这个行为者带来强化的 那么对于我们观察者来讲 也更有可能表现出类似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行为者之后的那个结果 行为者行为之后的那个结果 是更为重要的 是最关键的 这是一个实验 这是班杜拉所做的一个经典实验 那么第二个实验是什么呢 就是募捐的品德教育的实验 这一段再掐掉 品德教育的实验 当时用来说明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品德教育 常见的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言教 一种是身教 就一种我去说服教育它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我榜样的示范 在这样的一个经典的研究当中呢 班杜拉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他在一次募捐当中 组织募捐的那个人呢 面对一组学生 他是这样做的 他们宣传说大家要募捐 这个募捐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但他自己捐不捐呢 他自己不捐 那么第二组是什么呢 是他教育这些学生 说大家要募捐 因为募捐对一些 对那些人很重要 同时呢 他自己也捐 第三组是 他不讲什么话也不讲 反正把那个募捐箱 往前面一放 让他自己带头捐 当然呢 也有这个活动的介绍 但是是事先有的 这个组织募捐者 有没有对这个学生 进行教育呢 进行说服呢 没有 他自己带头捐 那么第四组呢 是 他是 他是既不说 也不 也不捐 就是自己也没有 这个相关的行为 这样的四组情境 我想哪一组学生 是更容易 是出现募捐行为 是最多的 就是第二组 有说服 也有榜要示范的 对不对 关键我们要比较 有一组是只说的 他只教育大家要捐 但是自己不捐 和他虽然没有教育大家 但是自己带头捐的 大家想一想 哪一个出现募捐行为的 这个学生的比例更高 就是带头捐的 虽然组织募捐的人 他没有说服教育 但是他自己带头捐了 这一组出现 募捐行为的学生的比例 要远远的高于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只说不做的那一组 当然最少的 募捐行为最少的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组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至少我们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区别 我们应该知道 言教和身教哪有更重要 身教更重要 所以呢 募捐的品德教育的实验 说明了身教的作用 大于言教 也就是榜样的示范作用 是更重要的 这是班杜拉的 所提出的第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观察和模仿 那么其中的模仿 主要就是通过 我们的 宝样的示范 后面呢 所以他就在此 在这样的一个研究基础之上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班杜拉所说的 观察学习 观察学习是指 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 以及行为的后果 而间接产生的学习 两个词很重要 他不仅观察这个行为 而且观察这个行为 所带来的那个什么 后果 如果这个后果是好的 是一种强化 那么观察者下次 也可能做出类似的行为 这就叫观察学习 在观察学习 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班杜拉提出来 我们的观察学习 是观察榜样的示范 对不对 那么榜样 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的条件 就是我所观察那个对象 那个榜样 应该具有哪些基本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是 榜样的示范 应该怎么样 特点应该突出 应该生动鲜明 那生动鲜明 第二个条件呢 是榜样本身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年龄 兴趣爱好等等 应该与观察者相似 实际上也就是说 这个人跟自己情况 除了你需要让他 去模仿的那个行为 有点不一样 比自己高以外 其他方面跟自己 越接近怎么样 越容易模仿 如果这个人跟自己是 差别很大 他本身就不具有可比性 他会不会产生 模仿行为啊 不会 所以呢 本身的一些特点 越接近的话 他越容易引起 人们的观察学习 第三个 榜样示范那个行为 对观察者来讲 就对学习者来讲 应该具有什么 可行性 如果这个行为是高不可攀的 或者说对我来讲 完全没有可能去做到的 他会不会去模仿呢 也不会 那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呢 榜样示范的行为 或者说榜样本身 应该具有什么 可信任性 就这个行为 应该具有真实性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社会心理学里面 一点小小的知识 什么知识呢 在我们前面所学的 相关内容当中 可能也提到了 有那么一点点 小小错误的人 虽然他在其他方面 应该说其他方面都很好 但是呢 在某些小的问题上 有一点点小缺陷 小缺点 这样的人 大家更愿意去模仿 还是更不愿意接受啊 更愿意去模仿 因为这样的人 为什么 更真实 就是说 他有在 不影响大的前提的情况下 那么有那么一点点 小缺陷 而这个小缺陷呢 让这个榜样 显得更真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之前的 很多媒体当中 我们的榜样人物 都是高大权的 但大家一看 什么感觉 假的不得了 不可信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要想 塑造某一个人物的时候呢 要显得那么真实 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 就是具有可信任性 他有很多种表现 其中我刚才提到的 有的时候 有一些 有那么一点点 不影响大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的 那么一点小缺陷 也可以让榜样 显得真实 这是第四个方面 谢谢